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各位下午好 好 我们接下来 早上我们至少要有一个观念 就是说 以下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它可以用枢纽分析表完成 可是呢 当我们今天要像说故事的方式 来去呈现我们的故事内容 所以 像例如说我们看到2016年 它有持续的增加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那是什么商品 什么样的类别商品的增加 或者是什么客户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再切成另外一张资料 来去做分析 没办法就是说 好像透过一个仪表板 我们就在同一个画面里面 看到很多张视图的变化 接下来 以色谣呢 他知道说很多人的需要 例如说要去做大数据分析 他就要同时看好多好多的统计图表 然后彼此之间的联动关系 要直接做出联动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提供了Power View Power View 这一个套件 然后让我们安装在以色谣里面 安装在什么地方呢 透过争议集的方式可以把呼叫出来 所以下我们要教各位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说很棒的工具 Power View 我们来观看一下这件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 我现在所讲的内容呢 其实是在我讲义的第20页这边开始了 好 例如说我们可能要先把Power View 安装起来 安装好之后呢 那可能要知道说 这里面如何去做资料的建模 建模好之后 如何去做资料分析 然后透过资料建模里面 我可以去修改资料 然后做更近一些的一个资料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如果你是下午才参与我们的课程的话 所以可以请先到什么地方呢 可以到我们的网路上去下载范例 我现在所使用的范例 我先把原本在下载里面的范例 我就全部都删掉 我的范例在哪里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先打开Microsoft Edge H这个工具浏览器工具 然后在网址列这边输入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O 点GL 斜线 YTZ 大写的R X 大写的T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到我放一些范例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边有没有看到 Excel商务资料分析应用的范例下载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请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 因为早上大家都做过这件事了 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我是要先请你做 直接再点一下这个储存 就可以把这个范例放到我们的下载里面 等一下我会请你们刻意先把所有视窗通通关掉 好 那如果说你今天你回家之后 你想要去成品 你想要去看我做好的成品 就放在成品观摩这边 好 这提供概括参考 那请你把所有视窗通通都关掉 在关掉的情况之下 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我放在就是我们早上下载下来的这个范例 因为我们从网路上下载下来 所以他这个档案当然就是在什么地方 下载这个本机的下载里面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快速存取的下载里面 就只有一个档案快速点两下 就可以把这个档案打开来了 请你记住一件事情 就是 当你第一次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一定会有这个information提醒 这个档案受保护的检视 所以请点选启用编辑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开始准备来去做这个资料的资料分析了 好 那就现在就请你们把所有视窗 所有你曾经开过的什么其他软体 或是早上我们开的 都请关掉 重新打开你下载里面的超市范例 当我们今天要去做这个资料分析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把power pivot power view 装起来 可是现在我的电脑已经装好 因为我前天就把它装好了 好 我先把这个power pivot先移除掉 怎么样移除掉 你们等一下也不用做移除 因为怎么安装就怎么做移除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预设是没有power pivot 好 那我现在我们要去安装 真一级里面的power view power pivot 所以如何安装power view 点选档案 选项 那你会说 为什么是选项里面 因为 预设 有些人可能需要用power view 有些人不需要使用power view 所以变成一个选项性的一个设定 所以他都放在选项里面 所以点选选项 好 那接下来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真一级 真一级 你就把它想成是外挂程式就好了 外挂程式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像那个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网站 他可能会附一个叫做什么 网路测速 这个小工具 这有点像那个外挂的意思 好 那接下来点选真一级之后 这边管理 管理里面 请切换到com 这个com的意思说 他已经把这个套件因为很大 必须要额外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的执行档com 所以他是做在com执行档com争议集里面 所以切换到com争议集 然后点执行 你看这三个是不是 这三个 这三个是不是都被打勾了 那请问你 如果我要取消 怎么样取消 不是按移除哦 是把它不要打勾 不要打勾 就取消掉了 有看到吗 按确定 你看我这边就没有抛puber了 怎么安装就怎么移除 好 那我现在再重新安装一次了 所以等一下你不用先移除再安装 你只要知道怎么安装就好了 重点是你要回家的时候按照我的讲义 现在我已经讲到那个二十几页 二十 我从二十页开始讲讲一直讲讲到二十 二十页结束了二十页结束 好 第一点选档案 第二选项 第三 争议集 第四把这边管理切换到com 执行 然后请勾 power make power pivot power view 好请打勾 这三个要打勾 这个power map map大家都会念 power view 各位也都会念 可是就是这个piver piver 你不会念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piver p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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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ver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吗 其实它就是枢纽分析 它就是枢纽的意思 那这边稍微注意一下哦 这是画地图 景线画地图这件事 这个是画其他图 这个呢 是 所谓的一个模型 模组 顶线画地图 这个不是要建模吗 这等一下就会特别跟你交代了 好 所以请把这三个打勾 按 确定 你这边就会出现power pivot 了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 请先检查一下 没有power view power pivot 麻烦请先打开 如果你看到你的视窗有power pivot 那你就 连做可能都可以不用做 请问一下哦 你现在有power pivot 对不对 可是没有power view map都不重要 好我们重点是要有power view power view在哪里呢 他就是没有装进去 他其实已经装进去了 但是他放在什么地方 他就是没有放在这个功能表里面 好 所以我现在呢 我必须要把它放在功能表里面 点选档案 底下的选项 然后我想放在功能表 我想把power view放在功能表里面 所以点选自定功能区 自定功能区 这边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功能 有常用 常用是不是在这边 有插入 插入 版面配置 公式 资料 有看到资料吗 好 那操作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我想要放在资料的右边 所以我就必须要点这个资料 前面这个加 我要先把它打开来 打开 打开 你不要点到这个 点这个是什么意思 我不要秀出来整个资料标功能标签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怎么样 我们这个地方资料的左边这个加 要把它打开 对吧 然后我想要放在他的最右边 最右边 好 我先刻意的做一个动作给你们看 就是说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视觉化 这是我昨天教的 我先把它 把它先移除掉 这个我也移除掉 好 就是大家可能看到就是 这个大纲下面 其实已经有昨天我们做好的内容 那我现在在刻意的在教你怎么做呢 首先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我想要 我想要在资料 资料下面增加一个群组 增加什么群组呢 这个我不想要叫新增群组 我想要重新命名一下 我就把这个 这个名字想要把它换掉 所以点选 重新命名 随便挑一个 我喜欢一个图的样子吗 所以我就选这个图示 这个 可不可以用这个图示也可以啊 然后接下来那个名称我就叫视觉化2 因为有别于之前曾经做过视觉化 好 确定 你看这边是不是资料 这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视觉化2了 资料的下面就会多了一个视觉化 那左边要做什么事呢 左边要切换找到powerview powerview在哪里 powerview在不在常用底下 powerview有没有在常用底下 没有 对常用就这些 好 既然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去点这个往下三角形 找所有命令 因为如果说你一个一个去找 打他里面有没有 所有里面有没有 主要索引有没有 工具里面有没有 这些慢慢去找 可是我觉得干脆我们去所有命令里面找 所有命令就是所有所有的功能 然后麻烦请在这个地方点四下 1234 有没有看到powerview了 对我就是要这一个 所以请把powerview点一下 然后这边是不是在视觉化2 然后把它新增过去 powerview在这边还是会放在这边 只是他多增加了一个图 一个这应该叫做icon图示 一个功能的图示 就是放在视觉化2 底下 叫做powerview 然后就按确定了 可以了解吗 那请问一下我刚刚已经做好了吗 所以他会放在哪里 哪个功能标签 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视觉化2 可以 不过真的 如果说你这边已经有 就是有 昨天就 就已经有同学帮你做 所以你的资料底下就已经会有这个东西 可是我还是希望你加减做一下 加减做一下 好那就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在资料底下建立一个powerview 在资料功能标签底下建立一个powerview 这个图示 好 各位 首先在 我们好不容易已经装好了这个 就是可以叫出来powerview 这是很好的一件事 然后 可是如果说你现在要去画图的话 他还有一个东西必须要安装进去 他叫做silverlight 所以你看 我现在就点资料 视觉化2的powerview 那因为我这台电脑 我已经装好了silverlight 所以我只能给你们去看一下 那个画面会是什么 这个是整个装好的时候长的样子 大部分同学都装好了 就有大概前面这几台电脑还没装 所以我先给你们看一下 就要看我其他的影片了 来我们 我用chrome来给你们看 你看 当我今天我要找 就是假设你今天你要找我的影片 找那个silverlight怎么安装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到youtube 然后搜寻 在youtube里面搜寻 搜寻我的姓名 然后空一格 因为我们是要ecell 那个silver silverlight 安装 好我给你们看这一段影片 所以去搜寻一下 你看这边 安装silverlight的程式 有看到 好点他 我这边就暂时不用这边来去播放 我就把声音关到最小 好 你看一下 首先 我现在如果要去使用 使用这个silverlight的话 我是不是要点选他 我才能够去画图 这件事 好 所以我当然就要去点选资料以下的 我当时我是放在插入以下 好我就点他 点了他以后 点了他以后 他这边会出现 我开到最大话给你们看 我开到最大话 当我点了他以后 他会出现说 power view 需要silverlight 有看到吗 就是如果说你回家 你自己去做 点那个power view 的话 第一次一定会看到这一条 可以 可以 所以等一下你们可能只能看那几台 还没有装的 所以他们就会看到这一条了 好 安装好之后 就点什么 重新再入 在这里 有没有问题 没有 就这两件事而已 安装我觉得应该是很容易做事 所以我们先点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没有 所以一定是先安装 再重新整理 安装好才能重新整理 你看他这边他就问我说 要不要执行 当然就是要执行 执行了以后 他就开始自动装了 然后 然后请问这个画面 要点什么 因为你也没有别的可以选 你现在是不是只能选立即安装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就点一下立即安装 点了立即安装之后 他就开始装装 装到电脑里面去 是不是等到100 一定要等到100 正在安装 100%就是安装完成 然后点什么 下一步 然后是不是安装成功了 关闭 关闭之后 这也关闭了 这也把他关掉 还记得吗 还记得吗 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要回到eSale 点这个重新整理 点了这个重新整理之后 你就会 你就会 看到像我eSale这个画面 这样大概了解 那个安装的程序只是 不过请你们在这边的电脑做了 可以 不过这边还有4台 有没有同学想要自愿来帮忙 这样我们全班几乎就 都有了这一个 SILVER LIGHT 好我就先暂时介绍到这边 我就特别去补导一下那几位同学就好了 因为只有他们的电脑还没有 因为只有他们的电脑还没有 我想要先给你们看一下昨天 昨天就是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产品 然后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好像被我删掉 对被我删掉 好吧 那没关系 反正等一下 我们在下课之前 绝对会让你看得到 那个联动分析 好 这我也关掉了 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这个Power View 这个画面 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表叫做Power View 1 对不对 他跟我们刚刚的订单不一样吧 订单这个叫做资料表 所以我想这应该知道 退货呢 这是退货资料 销售人员是销售人员 对不对 跟我们这个画图的这一个 长的样子都不一样 可以了解 你要先稍微区别开来 好 我们现在要点回去订单 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说直接把资料 就直接丢过去 因为你要考虑到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资料是不是2013到2016 有没有可能未来要加进去2017年的资料 再加进去2018年的资料 有可能吧 那我们一定会希望说 我们现在虽然只有分析2013到2016 可是可是等到等到这些资料都分析好之后 可是等到2017年把资料汇入进来 我希望那些资料全部该分析的全部都分析好了 我不要重做这件事 这是大数据分析一个很基本的要求 要做到这件事情 你必须要先想办法把资料是丢到一个模型里面 也就是说 有点像那个 我现在为了要包出一模一样的水饺的外形 我是不是要先去做一个模型出来 可以吗 这样的话不管是爸爸去做还是妈妈去做 还是大宝去做二宝去做 做出来那个水饺外形是不是都一样 这样可以了解 大概有听懂我一次 我的意思就是说 假设现在是我做的 现在是我做的资料 我已经做到2016年之前的资料 我都分析完了 接下来那个学姐跑来接我的这个计划 好 那我就把我做好资料就全部给他 这个时候呢 他只要未进去2017年的资料就好了 可是后面那些图全部都已经画好了 这必须要先做资料的一个建模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做资料建模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针对订单 我们要去做资料分析 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格式化为表格 常用底下的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很多种颜色 有蓝色红色绿色随便你 比如说我现在选择这一个 我现在选择这一个蓝色 然后记住哦 记住一件事情 它是有标题列的 你能不能分辨出来这是标题 这个是记录 应该可以分辨出来 因为标题有一个特色 标题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你看哦 这边不是有一堆的阿拉伯数字吗 但是它的标题一定都是文字 对不对 各位知道什么是文字什么是数字吗 记录内容就不一样了 记录内容有的是文字 有的是数字 它就是电脑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区分的 不然电脑怎么看那么聪明 好 它这边就直接帮你打一个勾 为什么 因为它就发现你的第一列 全部从头到尾都是文字 第二列 有部分是文字 有部分是数字 所以它就说 你这个资料有标题列 好 不管有没有 反正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标题列 所以一定要打勾 就是我这个资料范围 A1到T101 里面有没有标题 有 记得打勾 然后确定 请把这个 这个 资料表格 这个叫表格 取名称 就叫做订单 好吧 那 可能有同学说 老师输入订单 为什么要按一下Enter 又再按一下Enter 那第一次的Enter 是因为你输入的是新微软 猖截输入法 或新微软注音输入法 要告诉电脑说 我已经打完字了 对吧 第二个Enter 是要告诉Eself说 我已经设计好表格名称了 所以你要按两次的Enter 原因是在这边 你要记住一件事了 只要电脑东西我都可以解释给你听 让你去了解 是用理解的方式 所以这边要按两次Enter 好 请问这张资料表做完之后 请问退货是不是要做 因为我会希望你不是只有分析一张资料表 请问以前 以前我们想要分析 就是说哪些订单被退货 你是不是用Vlookup来去做查询 对不对 这是两张资料表串联的方式 可是现在我们用别种方式了 我们用建立关联的方式 所以接下来退货 一样的做法 常用底下 格式化为表格 记住游标一定要落在这个资料 随便任何一个都可以 常用底下 格式化为表格 例如说我选择红色 有没有标题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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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他为什么判断错误了 为什么判断错误了 对因为全部都是文字 以前我都很想要问那个我最尊敬的姓氏 第一次就是姓杨的 可是有一次我问了 因为班上没有人姓杨 然后就问距离我最近的这个 然后三天的课 第二天他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所以我就不太敢去问学生 可是我希望要有一些互动 你看哦 刚刚我是不是那一个资料 标题列是都是文字 没错记录内有文字有数字 所以他是不是能够区别出来 可是你看这里面全部都是文字 所以他就会假设你没有标题列 可是事实上刚好 刚好用的栏位数有时候很少 对不对 刚好通通都是文字 所以你还是要勾有标题的表格 确定 然后请把这个表格名称就叫做退货 然后按几次Enter 两次你看这边下面其实有那个灰色 有那个线条 记得按一下Enter 再一次Enter 这样才算是完成 再来最后一张资料表也做一下好不好 就是常用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绿色 然后我们就一样它是有标题的 有标题的 然后确定 然后请把这个表格名称叫做销售人员 Enter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 三张表格全部都要建立好 都要建立好 你最好是把表格名称都要换掉 否则等一下就会变表格一表格二表格三 你就会不知道说表格一是什么 也不知道表格二是什么 可是我这样一看我就知道说 这个表格它叫订单 这个表格它叫做退货 这样子能够替表格命好名 方便我们后面来去辨识它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完成资料表格的名称定义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针对我这边有三个三个资料表格 我都已经定义好了 分别是订单订单这个表格 退货这个表格 销售人员这个表格 好 那针对这三个表格电脑知道吗 应该是这么说 以下知道 但是我们要做资料分析的那个模型 他不知道 所以我必须我必须要去把资料表格 建立到模型中 就是我要告诉他说我要分析资料就是这些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游标放在订单里面任何一格 然后点POW PIVOR 点这个POW PIVOR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加入字资料模型 请点它 点一下 他就开始在执行中 好 请问这边是不是就有一个叫做订单 对不对 可以 没有 然后呢 请稍微注意一下 我刻意把它拉开一点 请问 我刚刚点选这个POW PIVOR的加入字资料模型 它是不是打开了另外一个视窗 对吧 这个视窗呢 使用完毕就关掉 不用刻意点这个储存 直接关掉 直接关掉 好 请问一下 订单是不是已经建立到模型中了 那 退货呢 还没有 对不对 所以 请你邮标 如果再退货任何一格 然后点POW PIVOR的加入字资料模型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退货是不是也进来了 然后这个POW PIVOR就可以把它关掉 再来就是销售人员 一样的做法 好PIVOR加入字资料模型 这样我们就把三张资料表都分别建立到模型中了 如果你有十张资料表 是不是十张资料表都要建立到模型中 当然 这样 没问题 好 那就 现在分别请你们做这些 等一下 做完建议赶快存档 赶快把这个超市范例存档 知道吗 我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先另存 存成 存成下午的 就是02这个档案 2019 0605-2 因为之一是早上 之二是下午 好 储存 请注意 我们要存的是ecell 不是POW PIVOR POW PIVOR 它只管理那个 就像有点像说 请问一下 你最后要 我们要吃的不是那个模子 而是水饺 可以了解吗 我们就要分析的 全部都是 在以色谣里面 而不是额外衍生出来的这些视团 大概可以想象一下 可以想象一下 顺便 顺便我要告诉你 这边有三个 三个表格 都要去加入资料模型 那如果你有十个表格 你就要加入十次 对不对 那加入十次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一个全部更新 那是如果你的资料可能现在是到2016 可能会不会有增加2017年 记得把资料就放在最下面 放在最下面 放在这个地方 摆好 然后只要 只要不是点加入自资料模型 而是点Pow Pivot 全部更新 这样资料就带进去了 那后面那些分析当然一定都做完了 这件事情我们要到差不多4年左右 我会带你们做一次 例如说我加入个2017年的五笔资料 你大概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好 会不会建立模型 就是一 选到这个订单里面任何一格 然后点Pow Pivot 加入自资料模型 然后剩下就电脑在那边跑跑 要让他跑完 然后就关掉Pow Pivot 对不对 对不对 回来也是要再做退货的Pow Pivot 加入自资料模型 三个资料表格都要做 建立资料模型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完成 我刚刚已经建模成功了 然后接下来 我就想要去做资料的分析 怎么做资料分析 刚刚是不是到这边Pow View Pow View 各位刚刚应该都有一张Pow View 对不对 可不可以拥有第二张Pow View 可以 在Pow View 这边是不是有Pow View 你点它就会产生第二张 或者是你点资料底下的Pow View 它就产生第三张 可以吗 这些都是产生新的Pow View的地方 那接下来我就要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Pow View 这个就是我们Pow View 这个部分是什么 这个部分是我们画视觉画图表的地方 因为我们两天都要琢磨在这里面 所以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去让你了解 然后 然后 绝对是 告诉各位说 明天早上绝对都在教函数 函数 所以今天晚上应该蛮好睡的 然后早点睡 明天早上养精蓄锐 然后好好来去学程式 那个函数 函数 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去画图 可是它已经预设有了一张图在这边 所以我点一下它 然后Delete 就把那个刚刚有的那个把它给删掉了 我还原一下 我的意思是说 我点这个地方 是没有任何资料 可是我点这里面 它是不是就有八个这个点跑出来 这个时候我们再点Delete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给删掉了 这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们重点是要教你来去画 看这画什么东西 例如说 我们还是画那个各年销售 可以吗 因为早上以色谣也是在讲这件事 或者是我们来看 我画一个主题好了 你觉得老板在不在意利润 在意吗 他会不会想要知道各年的利润 对不对 我早上是不是叫各年的销售 可是我觉得利润 我也很想要知道 哪一个类别的利润最多 哪一个子类别的利润最多 对不对 就有点像跟早上做的是一样的 只是早上谈的是销售 现在我们可不可以谈利润 当然可以啊 是一样的意思 都要分析 没有问题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 我的重点就是在利润这件事了 那首先第一张图是什么图 第一张图你会画 你一定要画出来什么图 各年 各年 各年什么 没有销售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利润 各年利润 统计图 对吧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你你因为如果我们讲的是销售资料分析嘛 对不对 那你应该要要有那种商业的头脑 例如说我们今天来算那个空气品质好了 那你要算第一张图会是什么 你们不知道那个PM2.5PM10这个名称吗 应该知道嘛 我们要算绝对是这一张图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意思哦 我们现在就要算利润哦 利润 所以第一张图是什么 各年利润统计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很重要 会做这个资料分析是一回事哦 然后你不知道做什么的人大有人在 举例来说好了 请问一下我是不是会写程式 对不对 我能不能去随随便便就到医院说 我帮你们写程式 不行啊 那个医院里面有好多好多 都是我不懂的名称 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 好 记住哦 你要先知道我到底要分析什么 这才比较重要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啦 你还不如回去问 例如说用LINE 问一下你的主管 老板你到底想要看什么图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然后我再告诉你说 其实他要看的图 你要帮他排好这个故事 一张一张画给他 他就会觉得说你在帮他吗 这样知道我在讲什么 如果你给制造部门主管看营业报表 他会想要看吗 不会 你给那个业务主管 业务主管去看那个生产量 他可能会觉得你先给我那个 例如说各年的营业额 他会比较希望看到这些东西 这样知道我的意思 好第一张一定是做各年利润的一个统计分析 所以怎么做 在这个地方点选订单 因为这个是我画图的地方 这边是做筛选的地方 这边就只剩下那个所有的蓝了 请问你会不会选那个 各年的利润吗 所以请问 年的资料是不是在订单里面的什么 订单日期 订单日期打勾 还有 还有消 利润 利润 利润在这边 对了 请注意 所有的文字栏位 文字栏位 他前面没有任何符号 数字栏位 他前面有一个sigma 他就只是为了做这个区别 所以勾选利润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边 假设我今天画这张图 画直条图 我们用堆叠直条图 或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你有没有发现你画出来这样子的一张 就是 就是他没办法给我们做很好的一个群组 可以吗 他这边呈现就是每一天 每一天有看到吗 所以我早上我们有做那个年 好 这边没有了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这张图 不是 因为这样的话 你看每一日那个高高低低上下的变化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你应该要整理出来 例如说各年的销售 而不是说各日的销售 对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订单发生在哪一年先算出来 可以吗 好 不过我们先做这个日的直条图 好 重新做一次 我点一下他 Delete 怎么做呢 第一 我们可以点选 这边有一个叫做 本来讲这样子 那因为我要去算各年的利润统计 所以把这个订单打开来 这里面是不是有跟日期有关系的订单日期 把订单日期打勾 可是订单日期它这边呈现是每一天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这边是不是可以去再勾利润 我选好栏位之后 我就 这边只有十种图了 横条图是不是三种 直条图是不是三种 其他图三种 剩下一种地图 只有十种图 会不会觉得太少了 如果你会觉得太少 那你就可以提一个建议说 那我们是不是明年 可以规划来上 POWER BI 因为POWER BI 有100多种图给你选 不像这边只有十种图 其实蛮可惜的 有没有看到什么直条图 没有 直方图没有 可是你有看到这边有个散布图 这是以SEL没有的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去做什么图呢 去做直条图里面的群组直条图 我就可以把这张图给完成了 但是这张图其实不具有那个 不太方便视觉 不太方便看 不直观 因为他切得太细了 可以吗 可是我觉得第一张图 请你试着做做看 来请你们现在动手来一句话 每日利润统计图 这应该叫做每日利润统计图 好 我不想要看到这样子的结果 我想要看到以年为单位 或者是以季为单位 或者是以月为单位的资料分析 所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觉得在这个地方能不能新增栏位 不行 应该要在模型中去新增栏位 应该要在模型中新增栏位 好 那需不需要在订单里面增加栏位 不需要 因为所有你未进来的资料应该是最原始的资料 不要做过任何改变的资料 到时候你模型 对不起 模型有的它全部都会叫进来 好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在这里面设好一个年的资料 所以点选Power People 管理 当我点了Power People 管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要去修改 我要去增加一个年的栏位 所以点回去这个订单 我们是不是要移到最右边去 最右边 这边我们要看到一个加入资料行 加入资料行 好 如果你会打韩式的话 请问怎么打这个韩式 是不是输入等于YEAR 刮股什么 订单日期 对不对 早上我们是这样交的 这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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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是格式化的表格 我们针对表格来去作业 所以请输入 请输入等于 等于 然后YD 你有看到吗 当我输入了YE 有看到这个YEAR 然后TAB键 它就说后面要放什么东西 后面要放日期 所以我们要放一个什么日期 要放一个 等一下我稍微拉左边 有看到吗 YEAR刮股 因为以下那边是会放一个什么 serial number 对不对 连续性质量 现在我们要放的是日期 没错吧 因为YEAR一定是先放一个日期 然后它才能够辨识出来 这个日期的年是什么 那请问你我要放订单日期还是 发货日期 当然是订单日期 好 怎么样去呼叫 怎么样去呼叫订单日期呢 请用一撇来呼叫 因为他这边 这边我希望你都不要用打字法 所以用一撇 打了这个一撇之后 他就把所有的蓝位都放在这边 让你选择 你觉得这种方式好不好 应该比较好 因为你不会打错蓝的名称 你只要多打了一个空白键 请问是不是都会产生错误 所以建议这边用方向键来选 要选什么 订单资料表里面的 这个叫蓝位名称 蓝位名称 他就用两个中刮符这样子刮起来 你有没有发现订单里面的订单日期 方向键我现在是不是选到它了 一个一个往下选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用这个订单日期 所以点选TAB键 就把订单日期放上去了 右刮符 Enter 可是这个蓝位名称要叫什么呢 所以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它 点这个 重新命名资料行 请改名叫做年 好这边我就可以把它拉回来 可以吗 请问做完这件事情 我们要做什么事 关闭 关闭了以后他就说 你那个模型 模型里面增加了一个年 那要不要给powerview这边来做应用 当然要 他说资料模型已经变更了 所以要不要按一下确定 在powerview中套用这些变更 当然要点确定 请问我是不是就有一个年做好了 可以吗 我刚刚做什么事情呢 一 powerview 二 管理 三 拉到这个最右边 订单哦 订单 的最右边 然后在这边去输入 输入什么呢 我建议各位要不要直接把那个栏位名称 一并打进去 例如说我现在做那个月好了 所以这边月 我把栏位名称都打进去哦 月 冒号 这个月就是栏位名称 然后呢 后面是不是要去打这个记录内容 等于 MMO 有看到哦 MMO 就是month tap 接下来是不是要放一个日期 日期怎么呼叫出来 订单日期怎么呼叫出来 用一撇 一撇在那个enter的隔壁 好 点选这个一撇 订单日期 往下去找 找到订单日期之后 tap 键 然后又刮壶 enter 你看哦 这个栏位名称是不是直接设好了 叫做月 然后这个 第一笔资料是什么 2016年4月29 所以你看这边 这个年是不是2016 月是不是4月 好了 记得做完这件事 关掉了 然后确定 不过我只希望你做出来年就好了 来 请你们动手做 如果你速度够快 麻烦请把年跟月都做出来 因为我们都用得到 那这个日这张资料表其实是不太适合来去观看的 我们等一下是要把它给删掉 好 我现在呢 我现在重新去画各年利润统计 所以是不是点选订单 订单里面有没有一个年 勾选这个年 可是请问年 它是属于文字还是数字 文字 所以我要把它改选为不摘药 它才会变成2013 2014 没有人再加2013年 加2014年 加2017年 加2015年 等于多少年 没有人这样加法 对不对 因为它是文字 可以吗 好就好像说 1月1号 加1月8号 等于1月9号 当然不等于 对吧 不能这样子加的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在勾利润 利润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去画 直条图里面的群组直条图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画出来这张图了 很可惜的是 它没办法去画出趋势线 对不对 以上是可以做趋势线的 这边不能做趋势线 请问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2013年到2016年 这四年的利润 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是有逐年增加 那如果你想要出现这个数字 数字在这里 配置 配置底下的资料标签 我想放在外侧好了 我想要放在终点外侧 可以吗 就是从0.38 的百万 增加到0.68个百万 所以四年就增加了将近一倍 这也是一定要蛮不错的 可以吗 我们要画出这张图 在下课 所以我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这个也可以删掉 因为这个日实在不好看 然后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是不是右边有四张资料表 订单 订单里面的年 可是这个年 它不是数字 它应该是文字 所以请把这个栏位 改成什么 不摘要 它就变成那个年 标准那个年的呈现 接下来 是不是我要去做利润分析 所以这边利润 然后请把这样子的资料表 改成统计图 所以在这边最简单一种图 就是群组直条图 直条图里面的群组直条图 你放心这十种图我都会教完 这才十种嘛 对不对 可以吗 请你先做这一张图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记得加个那个 配置底下的资料标签 终点外册 我们刚刚好不容易把一些像 power view power pivot 这些都叫出来 叫出来之后 我们来就画第一张图 其实那个日利润统计 为什么会变成是日呢 那是因为说他把这个资料改成数字了 他认为那是数字 可是数字里面又不正常的像日期的东西 所以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只好自己去建立这个年 建立好年的时候 你看他预设也是数字啊 对不对 接下来 我们年算完之后呢 请问我是不是会有一个类别 类别知道吗 我们的产品是不是有类 有一个叫做类别 这类别是什么意思呢 类别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可能有家具类技术类 三种类别就对了 然后我们可以依据这个类别来去分析一下 就是说 那个哪一个类别呢 在2016年他成长比较多 这件事 所以我们现在去观看 怎么样去做出各类 各类产品的利润分析 利润统计分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在 直接在剩下这个空间再继续画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呢 利用这个类别 可是请你不要在这样子的状态下 就是说这是选取到的状态 我要在空白地方点一下 空白地方点一下 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我要画一个新图的意思 好 然后点类别 这边就有三个类别 技术类 家具类 办公用品类 跟什么 他们的利润 他们的利润 然后我们来一句话 因为我会希望说你们最容易看懂 而不是最漂亮 我们先求我们了解大数据分析是什么 到时候我们再去想办法把它做得更漂亮一点 好 最容易懂的图表是直条图 这我想绝对没有问题 然后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 可以的话 加个数值上去 加个数值 所以配置这边 资料标签 终点外册 那请问 这三个数字 这个以利润来去排序的话 这个办公用品是不是要排在最前面 可以吗 所以这上面 有那个很小很小的字 有看到 这个类别就是排序依据 我稍微放大一点给你们看 排序 还是很小 排序依据 类别麻烦请选利润 可以吗 这个是利润 然后这个是递增还是递减 现在是递增 可是我真的建议你们一定要改成递减 就是再点一下它就变成递减了 好我回来 好 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你们会不会做 首先会不会画出直标图 会 会哦 会画这个群组直标图 我用的是什么 各类 各类 类别本来就是文字 因为它前面是不是没有sigma 各类的利润 利润 群组直标图 没问题哦 然后记住要加 资料标签 好排序 可以吗 接下来就是我要考你的地方了 请问一下哦 这边是不是2015年 它的一个利润是0.6个百万 就是62万 然后2016年是不是68万 就是它增加了6万的利润 对不对 那 请问到底是办公用品还是技术还是家具 我们是不是要秀给别人看这件事 以前在以下不能做到 可是现在可以做到了 你看当我点选2015年的时候 谁最高 技术 刚刚我已经听到一点点的惊呼声了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联动分析很重要的一个卖点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应该知道2015年 技术它是最多的 0.25个百万就是25万 可是可是它有别于什么 历年来的表现哦 历年来表现 这边最好的是什么 办公用品 对不对 历年来利润最多的是办公用品 这边最高嘛 可是2015年 2015年刚好颠倒 办公用品最低 技术第二 而技术第一 然后家具第二 可以吗 这个数值不是告诉我们这件事吗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 2016年 你看当我点了2016年 对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办公用品利润 是不是 强势 回升 从第三名 冲到第一名来了 可以吗 所以 所以 以利润来做分析的话 2015年跟2016年的比较可以发现哦 主要的改变是办公用品 对不对 有听得懂这样子的分析 而且 你只要点几个按钮 然后去顺便说这个数字 让别人看那个直条图的改变 别人看得懂看不懂 一定看得懂 这种呈现的方式就是大数据分析的技术 所以你去看有很多人的演讲 什么高尔在讲那个气候变迁 他是不是就画出这些图 而且点一下那个图就跑来跑去 等一下要不要教你们动态图 要哦 他讲最大声我只要教他就好了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会希望说 你们那个另外一个班 他们要学会就是PowerPoint那边的一个讲和应用 可是我觉得 你到时候不可能说 老板等一下我去开Ease 打开Ease 给你看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你就必须要透过那个简报来去展示 这几张图 第一张图 整体来去看 第二张图 2015年的时候去说明这件事 有没有 技术是跑到第一名了 然后办公用品 第三名 可是到了20 这是第二张图 第三张图点下去的时候 发现办公用品 从第三名跑到第一名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哦 就这三张图在简报里面把它串成动画 去播给别人看 你目前只能做到这件事 如果你未来用PowerBI的话 那我们就是直接把这样子的动态的结果给长官 他用平板在那边点来点去 他会玩的比你更好 因为他知道他的东西是什么 好 请问一下 我还是要强调问一下 这张图会不会画 这张图应该会画 我们用的是什么 类别跟利润 然后画出来这张图 请你们先动手来去做 各类产品利润统计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这边还有一个区块 所以我来做一下子类别 怎么做子类别呢 空白地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勾子类别 因为子类别是文字 然后再来就是他的利润 利润在这里 好 请问直条图交完 就等于交完横条图 所以我们也挑一个横条图来做一下 那横条图的利润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是 我们先按照顺序排 按照利润的第减 减 谁最多 书架 接下来乙子 那我们把这个配置加上标签 那请注意 这张图告诉我们说 这边是不是还有附的 就是美术跟桌子是附的 可是当你今天用那个横条图来去看 好像在掩盖事实 对不对 就是你遮住那种不想要让别人看到的 当公司项目很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去掩盖事实 好 你看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他 首先 当我点选2015年的时候 因为我要做2015到2016年 我们发现 谁的变化是最大的 2015到2016 所以是办公用品变化最大 你自己去看一下 2015年他是这样子 然后2016年 他跑了最高 所以他变化最多 所以我们只看办公用品 办公用品 所以这边又以收纳具 跟器具为主 还有 后面可能还有 你觉得要不要关心这些小小的少少的 什么72,000的利润 你觉得关心这个32万的利润 20万的利润 还是要关心这些小小的利润 我觉得应该是利润越大的越先关心 所以我们等一下只会看一件事 只会看一件什么事情 办公用品前三年都持平 基本上没有很大的变化 可是到了2016年 是不是有大幅的增长 其中在办公用品哪一个增长最多 这应该是我们需要调查出来的 为什么 这个产品今年卖的 这一年卖的特别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当我点选2015 注意 请看第三个跟第六个 所以点选这个的时候 你会发现 123 第三在这边 456 在这边 就是 他不高 基本上这前面都是平民的 对不对 第六个甚至很低 123 456 到这应该是 3万 3万 对不对 这个是9万 谢谢 这是9万 我的意思说这边是8万 这边是不是123 456 这边是3万 可以吗 8万多 我们就算9万好了 9万跟3万 结果2016年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变到 这边增加了 0 0.02 个百万 就是增加了 9万变到11万 对吧 这是不是11万 所以增加2万 然后接下123456 这个增加 2万多 2万6 2万6 刚刚这边是不是3万 现在利润是不是增加了2万6 2万7 可以吗 所以请问主要的增加是谁 是 2 4 6 是器具 有没有问题 知道我现在在讲什么事情 因为你要会去比较让别人知道你现在这个故事的一个完整 你就可以这样说 我们来去看2016年他这个利润他是有上升 那上升又以办公用品的上升是比较明显的 然后其中办公用品又不是书架 而不是收纳具 不是收纳具 你看 这边 这个收纳具是9万到11万 所以增加2万 然后这边 这个是 123456 器具 好 2015年的器具是3万 3万 2016年他变到 5万6 5万7 所以 大概 大概他多一点点 多个一两千块而已 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说明说 那个2016年利润的增加 尤其办公用品为主 他增加比较多 然后其中收纳具跟器具的电话是比较多的 可以同样在一张资料表上面就呈现这些重要的资讯 所以你觉不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联动分析是好的 绝对比 以下那种分析来得好 因为他只能做到切片分析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你就快速点两下 然后点选各年产品利润分析 我不喜欢叫什么Power View 1 Power View 2 这个到时候多做几张图就乱掉了 好我们接下来就介绍那个第二张图 第二张图 我们来去做那个动态 我们大数据分析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想要去探索行为模式 行为模式 请问一下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 例如说利润的行为模式 好不过我们来去看销售跟利润之间的关系会比较好 就看纸类别好了 就看纸类别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增加一张新的视觉画图表 所以 资料 Power View 这是第一种做法 第二种做法 是不是这边有一个Power View Power View 都可以 所以点选 我我比较喜欢点资料底下的Power View 他是不是就增加了一张新的Power View 那我现在要做的是另外一张图 怎么样去做散布图 散布图要一个文字栏位 两个数字栏位 例如说刚好我这边 我是不是有那个纸类别 然后一个销售额是数字 一个利润是数字 所以纸类别是一个文字 两个数字栏位 销售额与利润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画散布图 散布图点下去 请问这样一张图 这样一张图应该没有很大问题 对不对 那每一个图 每一个图都是相同颜色也不好看 所以我就把这个详细资料 这个类别搬到色彩这边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每一个每一个产品别的不同了 例如说这个是谁 书架 你可以点一下他 只有书架是亮起来的 不过我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就是他不够厚实 然后因为都是圆圈 毕竟是一个线条 那例如说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这个地方应该会有一条趋势线 看得出来吗 可以 请问这条趋势线 是从左下到右上 对不对 左下到右上 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你呢 销售额越多的时候 利润也会越高 可以吗 所以 所以我们 我们针对这项产品 这项产品桌子 桌子有看到吗 我们应该要对他提出什么政策 我们目标是不是为了要多增加利润 对不对 所以你就要想办法多卖桌子 因为以我们公司的所有产品的特色 是不是这样子 有听懂 你就会因为我们公司产品的特征 然后来去订出这个商品 他应该怎样去救亡图存 或者是政策的改变 可以了解 请你们先做到这个 散布图怎么做呢 一 先勾子类别 再勾销售额 你勾 先勾销售额 销售额就会放在X轴 因为先有X轴才有Y轴 所以第三 勾利润 如果你颠倒过来勾 他这边就变成利润 这边就变成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 散布图在其他图表的这个地方 还有我把本来在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里面这张这个值类别搬到色彩 这边是不是就有很多种颜色了 对吧 这个就是叫做散布图 可以去做各自产品的销售与利润分析 然后很可惜他这边不让我画趋势线 如果可以画趋势线 那更加可以去说明这件事情 可以吗 毕竟这是一个就是一套软体 然后截取他的精华 然后放到以下里面的一个套件 好 切门现在先动手做 则散布图 这张图会不会看 这边会有一条很重要的趋势线 很可惜我现在画不出来 你就假设想像这边有一条趋势线 好 请问一下 这个点重不重要 这个点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为什么这个点很重要 因为他远离这条趋势线 这个点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他远离趋势线 这个点其实也很重要 可是你们可以想像吗 我这边不能插入一个线条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边应该要有一条趋势线 散布图就在讲 就在讲这件事情 然后我们才会有一个逻辑之回归 然后就是在讲那个 这个点距离这条线 距离要是越远 它代表什么意思 偏离的程度 它叫R平方 不管你知不知道 可是我现在我要 请你假设 这边有一条线 对不对 这个点是不是远离这条线 你看嘛 这个点几乎在线上 这个点几乎在你的想像那条线上面 几乎在那个趋势线上面的点 其实我们不太去关心它 可是 这个点 这个点收纳距 收纳距有看到吗 收纳距它是不是远离这条趋势线 对不对 请问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利润好还是销售好 这个点收纳距这个类别是利润好还是销售好 利润好知道吗 这个点这个点它理论上它的销售应该在这个地方 可是这个 比如说你提名一下来 在这个地方 它的销售 销售这样子 可是它的利润 利润是不是比我箭头化的这个点来的大很多 所以你要讲的是利润 就是看这个高度 这个高度的差距 可以吗 请问这个点 是利润差还是销售差 是利润糟糕还是销售糟糕 利润糟糕 我讲的白话只能讲这样子 可是听得懂吗 你不要到时候做出来图 例如说很多手机 对不对 很多手机 中华电竞代理的手机也蛮多的 那你如果要分析 哪支手机卖的好 哪支手机卖不好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 看一下它的 例如说 会不会是成本 跟销售之间的关系 可以画出这个散布图 然后你就可以找到有些产品 它就是远离这条线 例如说iPhone iPhone成本一定很贵 可是它的销售就是会很高 对吧 它可能就会跟那个 什么韩系的手机 那个画出来 它比较接近那条趋势 就是会有差别 可以了解现在这个意思 了解这个意思 那我现在 我现在就要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当我们今天远离这条线 都是我们需要关注 远离这条趋势线 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没问题 那你甚至可能要去追究一下 这个 这个 请问收纳巨要追究什么事情 哪几个月利润卖的最好 因为刚不是说吗 收纳巨是不是利润高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关心 关心一定是关心 是哪几个月 或是哪几哪一年 卖的特别高 利润创造特别高 对吧 对谢谢 那请问一下这个点呢 你要探讨什么问题 这个点 我刚刚说糟糕 利润糟糕 知道什么意思吗 他就利润利润很差 甚至还是复数 好 那请问你要研究的题目是什么 你要去找资料 你是不是要去分析出来 到底是哪几个月利润那么差 或者是哪一年利润这么糟糕 对不对 对 你不要到时候两边编导过来分析 那你永远找不到答案 而且你找出来答案 跑去给老板看 然后到时候还托老师下水 这是老师教的 我就要拿影片出来举证了 我不是这样教的 好了 我现在要教你们另外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行为模式 你想要知道说 假设 我们的器具 我们可能第一年表现好 第二年表现好 第三年表现好 第四年表现好 可能会是这样子 有没有可能一下好一下不好 对不对 这个表现情形 就是我们讲的行为模式 这我们都可以分析得出来 我刚刚是不是就要告诉你说 那你总要分析出来到他的那个销售行为 或者是获利的行为模式 所以我们要看这件事情 好 那利润是看上下 你只要记住利润是看上下 对不对 对 因为利润放在歪轴 歪轴的变化就只有上下 好 那怎么样去看他的行为模式 但是呢 请把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年 刚刚是不是做了年 我们可以把年搬到什么地方呢 这边有一个叫做播放轴 有看到 好 我把年搬到播放轴 好 这边就出现2013年 画出来的图长这样子 2014年画出来图长这样子 2015年画出来图长这样子 2016年画出来图长这样子 甚至你还可以播放他 这就是播放你 可是 可是 外行人只能看门道 他也看不懂 现在到底该看什么 经由我的解释 你就会去看了 举例来说 他这边有提供一个工具 有提供一个工具 就是对着他点一下 他会显示他的这四年的轨迹 请问一下 收纳具 2013年到2014年 他是跑到右下角 对不对 跑到右下角是什么意思 不要管销售额 我们要管利润 利润降低 同意吧 你只要管上降 那我怕等一下你听不懂 你最好是讲销售额怎么样 利润怎么样 可是我跟你讲 有些老板 你只要跟他讲 赚钱还是赔钱就好了 他没有时间听你讲 销售怎么样 利润怎么样 这个时候 你只要记住我现在讲的 利润 你记住 老板只关心 赚多少钱 亏多少钱 我是说真的 而且 我们先把问题很单纯化 你先解释 让别人听懂 比较好 所以等一下你都不要管销售 你只要管利润 OK 请问一下 2013到2014收纳巨是下 利润是下降的 对不对 只是下降一点点 可是接下来2014年到2016年 大幅成长 请问我讲这句话 你会不会如法炮制去讲出来 因为我们看的图都一样 可以吗 可以 那我现在就要请你看另外一个点了 这就是行为模式 请问我是不是要看另外一个点 是不是这一个点 最好是Ctrl键按住 这样就如果这线条稍微粗一点就比较好比较了 你们应该会有这种想法 对不对 Power BI那边就可以 随便你高下调什么都可以 这边毕竟是一个小小套件 好 请问一下往右下跑 对不对 所以请问你要怎么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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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怎么讲 不会解释 那个台风在原地滞留 滞留有听过吧 原地打转 有没有看到 桌子其实2013到2014到2015 成原地打转 利润没有很大的变高或变低的变化 对不对 到了2016年怎么样 直线下降 所以如果你去找桌子的利润 你去找桌子的利润 请问一下 你去找2014年 你能够抓到桌子的漏洞吗 不行吗 2015年也不行吗 一定要找就要找 2016年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老板关不关心 2016年桌子发生什么事 当然关心啊 对不对 但是 你们都是他的下属啊 因为你们都不关心 就是怕关心 我是说真的关心哦 因为 因为 2016年 这个东西大幅下滑 一定有问题吗 可以吗 我们再播放一下 有没有 2013 2014 2015 2016 可以哦 这个 一定要会做 就是很单纯就是把年 拖曳 拖曳 搬到哪里去 搬到 拖放轴 好 其实我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这张资料表我们就应该叫做什么 获利分析吧 获利行为模式 利润行为模式 分析 只要是这种图好像通常字都打不出来 那我只能打英文了 比如说 你看英文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形 好 那个 Analytics 好 那接下来我再继续 再介绍 因为这里面还有几种图 可是我实在不想要介绍地图 好 我们来去看折线图 折线图我想要介绍那个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刚刚我们是不是做了一个月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去看这边同期比较怎么做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资料 然后因为我要做同期比较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 同期比较图各位可不可以想象一下 我下面那个X轴就是 1月2月3月到12月 X轴是12月 那Y轴就是各年的 例如说利润好了 各年的利润 好 然后做出折线图 所以我们先勾 先输入月 但是这个月要不摘要 1到12月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做利润分析 利润分析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做折线图 这边确实看到了1月2月3月4月一直到12月 你不分析还不知道说原来这家公司 其实那个这几个月销售比较好 这几个月的利润比较好 可是为什么7月利润会大幅下降 这不是值得我们来去分析的吗 好 我们先不管 可是各位我希望是4年合并在一起分析 还是分成4年来做分析 因为我想要知道2016跟2015的同期比较 对不对 所以我希望分成4条线 怎么分成4条线 这个是各月份的利润分析 怎么把它变成一年一条线 那就是要动用到土利了 土利 所以请把年 年 搬到土利 土利只接受什么 只接受文字 所以他自动帮你转成文字 好 请问我是不是要看2016跟2015 所以请点2016 Ctrl键在点2015 对不起 他没办法这样直接 好 没关系 我等一下我还有一招 因为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最好是把简单的图 明确的告诉老板 你不要4年的比较 你自己都不好比了 对吧 所以我等一下再教你三选 可是 折线图会不会做同期比较的折线图 第一先勾什么 月 不摘药 再来第二勾 再来第二勾 利润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画 画什么图 折线图 画完折线图之后 就是线条图了 然后接下来请把年 搬来 图例 请你先做到这个地方 好 那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边是不是 有时候我们要给主管去看 我希望成见出来就是两年的同期比较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把年拖曳过来 拖曳到三选 然后接下来请选到 例如说 201 2015跟2016 可以 2015到2016 刚刚我很难拉过来 好 请问这张图告诉我们什么事情 2016年是绿色 2016年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 4月 8月 11月 12月 这4个月呢 是输于同期的 就是 在 各月份 2015到2016年 这两年的各月份 的利润比较 4月 8月 8月 还有 11 12月 是相较于 前一年来做比较是略输一筹 可以吗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可能会让老板会有一些想法存在 这样子会比较好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 你 你 你四年都放在一起 可能会混乱 而且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比 尤其当线条越多的时候 他已经心乱如麻了 再来眼睛还要看 看这种不想看的东西 这时候他就只能 只能就是告诉你说 他看不懂或者他不想要看 可以吗 建议就改成 2年 2年的方式 让他来去做选择 好 在这个这张图应该叫做什么 就是同期比较 好 好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 现在我想要再去增加一张资料 做地图 地图 地图非常好我们这边的网路 对了 在做之前我先存到 以防万一 因为差不多开始应该有同学 那个因为记忆体的关系 所以会导致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如何去画出一个地图 我们这里必须要有地理资讯 哪一个是地理资讯 例如说城市 城市算不算地理资讯 算啊 好 所以我们可以勾城市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地图 假设我点了一下地图 他就说色彩他摆在 这个城市把它摆在色彩 是不可能呈现出来的 所以要把城市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位置这个地方 位置 好我们就把城市搬到位置这边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点呢 那是因为说有些中文字 例如说北区 像我们台中有北区 台南也有北区 基隆也有北区 那建议各位如果放那个城市的话 最好是再加 例如说国 例如说我们北区的话 就放那个县市 合并在一起会比较好 例如说台中市的北区 跟台南市的北区 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建议各位是这样放 否则的话你会放到 看到那个大陆的城市 好像在世界各国通通都有 好 那这种资料 例如说好了 中华电信 有很多很多据点 你全部把它画出来 那是一种一种象征 还有一种就是说 使用频率 使用频率 那我们来去画 那好像在这个地方 我建议地图再加什么呢 这边是不是有大小 大小 我就会想要把什么东西放到这个地方 例如说利润 利润把它放到大小这个位置 所以有的圆圈圈大 有的圆圈圈小 例如说 假设这边我就把那个 我就把利润大于5000的 我才留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利润大于5000的 所以就把利润 拖曳到这里 然后大于5000 所以就把这个值放到这个地方 这是多少 有看到吗 上面上面这个这个数值 这样可以了解 我的意思是说 主要获利城市分析 就是这样子去做出来的 所以 所以你应该会很好奇 这是哪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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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其中上海 这我想应该没问题 连包到台湾都有 叫龙泉 这不是啦 这应该是在大陆的 我不知道龙泉在哪里 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那个桂林 然后这边有两个 平鼎山跟洛阳 然后获利都是蛮高的 可是至少 至少假设你今天做了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会去请 例如说 假设颁奖好了 我是不是要颁给那个 获利最高的几个 城市 是不是就做出来了 可以吗 哦对 这还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你画好的图 能不能汇出资料 不行 这是唯一 这边我觉得还蛮可惜的 那个泡边就是就可以汇出去了 因为你做好这件事情 就会可能会在以色谣里面 重新再画别种图 或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好 我重复再做一下这件事 这个地图是怎么出来的呢 我们是先选那个城市 可是记得要把城市搬到地图的 什么位置这个地方 那大小我这边放了一个叫做利润 利润 大小这边放利润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 这一个是利润 把利润拖曳到筛选 然后我这边做的是大于5000以上 让这个利润 呈现在这个地方 所以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说东北也有 然后这个地方比较多 可是不过基本上你会发现就是 还是沿海 这边沿海也有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地图 用地图来做分析 所以请各位 这样大概了解了 画图的方法 筛选的方法 栏位以及栏位配置 怎么样去配置 来先选程式 再来选那个地图 这个资料表改一下名称 我就叫做地理分析 好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这个范例答案 其实做到这边差不多了 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 对不起我突然忘记了一件事 要重新整理一定要交完 对不起 5分钟 你看我做完就好了 我明天早上再特意先带你做这件事 你看 我们是不是从订单这边 这张资料表 然后先去做所谓的一个格式化为表格 然后接下来 我就把它放到模型里面 放到模型之后 我接下来我就去 把那个Power View Power View全部都 安装好 尤其是Power View里面的 Silver Line 安装好之后 我就开始来就画这张图了 画这张图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联动分期 一定要知道 联动分期 所谓联动分期就是说 当我今天我想要看2015年跟2016年 它的差异性的时候 当我点一下2015 或者点一下2016 其他资料表会随着 随着资料的改变和改变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张是画利润图 对不对 这张也是画利润图 这张也是画利润图 你不要一下画销售图 一下画利润图 一下画成本图 这样三者是无法做关联的 就算关联出来 可能也会产生错误 对不对 因为我们比较是要一致性的 接下来我们还有教 例如说行为模式分析 散布图 可以去看到一些关联 另外还有去做同期比较地理分析 那我想我们暂时暂时就是说这些图表 我想都是以下 他有些是做不到的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最后一件事情 各位 你应该知道我这里面有没有2017年的资料 没有 可是我在订单的最下面这边 订单最下面 我们增加5比2017年的资料 我们增加5比2017年资料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常用笔下的固质 然后接下来选5比 所以贴上 有没有移到这边贴上 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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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我是不是贴了5比的资料 5比 你不可以这样子选 你不可以选到一整列来布置贴上 因为这边这些空白的区域也会被选到 不可以选一整列 你的表格就只有这么宽 你就不可以多选 所以我们现在来去改一下 这个是不是100001比 100002比 我先把它复制下来 改成用 那个数列方式填满 100001 100002 100003 好 这个我也把它改成2017年好不好 2017年的1月1号 2017年的1月2号 一直被提了 那定单日期跟 发货日期总会有一个间距 不可能高 早于2017年 就2017年的1月10号 11号12号 可以 然后接下来 我为了 我为了 就是让大家可以了解 稍微我把这些东西 12345 12345 到这边复制好不好 复制 然后贴上 可以吗 那这几笔是2017年的资料 2017年的资料 为了凸显它的存在感 我刻意把这个办公用品 改成10万好了 因为毕竟才一笔资料 这边有五笔资料了 我的意思是说 稍微 稍微把它 怎么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这个我资料是不是已经好了 对不对 我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到 PowerPiver 点 全部更新 知道吗 点一下全部更新 你要让它跑完 好 我们先来验证一下 到底现在是不是105笔资料 所以拉到最下面 有没有看到105笔 还有 这个PowerPiver做完 我就可以关掉了 所以我就关掉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张统资料分析图 有没有看到2017年了 有 可以知道我现在做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吗 你就到时候 你只要喂给它新资料就好了 这个我们明天早上再带你做一次 其实很单纯 其实很单纯概念 就是情笔就一直加在原有资料的下面 记得在PowerPiver里面 我们只按一加按钮 就是重新整理 可以 好 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明天早上9点 9点10分 9点来报到吧 然后9点10分 我们就正式开始上课 先上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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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